美国和伊朗这对老冤家的矛盾再度升级,较量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同时展开美国对伊朗加重制裁,而伊朗则在军事上展现出不屈服的姿态。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当地时间22日发表宣告称,美国对于伊朗核专案研发机构相关的14名个人和17个实体进行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此次制裁的人员和实体与伊朗核专案相关,包括多位伊朗核武器专家。 为了保证伊朗没有能力制造出核武器,美方将不间断,无情施压。 根据美国财政部宣告,被制裁者在美国或由美国个人或实体掌控的一切资产将被冻结。 美国公民和机构不得与被制裁者进行交易,面对美国不断追加的制裁行动。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美国的制裁是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 伊朗要采取必要手段反制美国的经济制裁。 对伊朗来来说,美国的追加制裁行动,并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毕竟两国对立多年,经济关联程度较低。 伊朗实体和个人在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不大。 冻结被制裁者的资产,禁止美国公民和机构,与被制裁者交易,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 但是,这一决定却外界表明了,美国将继续对伊朗不间断,无情施压的姿态。 因此,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际意义。 其实,伊朗最为担心和忌惮的,是美国军事威胁。 尤其是美国近年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展开的军事部署,以及美国试图联合中东地区, 盟友打造针对伊朗的中东版北约的计划。 显然会对伊朗产生真正致命威胁。 也正是深切洞察到这一点。 伊朗在反对美国经济制裁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了针对美国的军事反制行动当中。 用军事力量,捍卫伊朗政权安全。 据媒体最新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甘寻举行了无人机群千里突击演习。 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把包括50架伊朗版2Q-170哨兵引行无人机飞, 从近离战区约1000公里的基地起飞。 与其他一些无人机,成功空袭了位于波斯湾伊朗所属的巴尼弗卢尔岛上的目标。 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指挥官阿米尔阿里哈吉扎德将军直言不讳地称。 这一演习对奥曼的大国是迎头痛击,提醒他们在本地区驻军的严重后果。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目前已拥有波斯湾地区规模最大的无人战机群。 由于无人机造价成本较低,且采取从集市攻击时,拦截难度较大。 因此,无论是对美国在中东地区靠近伊朗的基地,还是对美国驶入波斯湾地区的舰船来说, 均能造成重大威胁无人机群攻击。 正日益成为伊朗反制美军的重要砝码。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全力打压伊朗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外地做出了一件在中东地区火上浇油的事情。 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了他对中东问题的新表态。 美国是时候完全承认,以色列被戈兰高地享有主权了。 特朗普表态一出,阿拉伯世界第一时间强烈反对。 阿蒙秘书长阿布盖特说, 美方任何承认,以色列被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表态,都是对美国在虚拟争端问题上一贯立场的严重背离。 阿蒙完全支援叙利亚,对自己被欺占领土的主权。 与此同时,欧盟、俄罗斯、土耳其等也表示,将继续遵守联合国此前的相关决议, 不会改变在哥兰高地问题上的立场,并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担忧。 不过,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作为老对手的伊朗,肯定要偷住了了。 不仅因为这一表态,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和反对, 更因为这一表态,在加剧中东乱局的同时, 有利于伊朗减轻压力。 哥兰高地是位于叙利亚新南部的一块狭长地带。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 并拒绝归还叙利亚。 当前,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该区域为以色列领土。 特朗普的表态,传递出一个强烈讯号, 即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争端问题上。 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以色列一方的偏袒力度, 同时进一步无视和打压阿方诉求。 这样做无疑会激起阿拉伯方面极大的愤怒。 近年来, 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在中东构建反伊朗联盟。 今年以来, 美国务卿蓬佩奥两次访问中东, 力推组建阿拉伯版北约。 核心目标就是遏制伊朗。 特朗普关于戈兰高地归属的表态, 无疑会加剧这一地区的阿拉伯国家, 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如此一来。 美国想要组建阿拉伯版北约的难度, 肯定会加大。 这必将会让伊朗受益。 显然, 美国和伊朗的较量, 还将会持续。 对伊朗来说, 全心全意应对美国军事威胁是第一位的。 他的目标十分专注。 而美国则明显表现出三心二意的情况。 想法太多能做的又太少。 是美国的窘境。 因此, 实力明显占拥的美国对伊朗, 暂时还拿不出让对方虚伏的办法。 而伊朗却可以利用美国三心二意带来的矛盾和麻烦, 继续与其周旋。 美伊较量的戏码, 还会不断上演。 我看看今天, 但糖尚是一个心理。 我们有 copies,